崔永元举报上海警方始末曾有人上书惊动韩正。 北京时间10月10日,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布通报称,有新浪微博帐号《小崔读书会》发帖举报上海公安民警涉嫌违法违纪,上海公安机关高度重视。 通报指出该微博帐号的所有人为崔永元,而且多次联系未果,暗示其失踪或拒不配合。 随后转战近日头条的崔永元发文回击上海警方,指责其撒谎并点出上海原长宁金真副支队长鹏分,还有他的儿子彭宁达。 由此,崔永元就和上海警方扛赏。崔省那惊起一片雷。 10月7日,崔永元在《小崔读书会》发出一声长叹,这一叹气可不要紧,中国国家税务局、中国公安局、中国证监会全被崔永元惊倒。 针对中国国家税务局,崔永元表示自己曾多次被喊去、喝茶。 一次次税务局的嘴脸闭露,税务人员对崔永元吹胡瞪眼,令崔感觉不舒服。 因此,崔永元质疑所谓的税务人员是假的,要求中国国家税务局急于解释,而税务局各种推辞,催则指责他们说话像放屁一样。 针对中国公安局,这可能源于崔永元遭死亡威胁事件,曾称其衙门作风十足套话连天。 崔永元透露自己向公安部门举报遭死亡威胁,可得到的回复永远是正在讨论等待批准。 针对中国证监会,或许就离不开范冰冰,冯小刚和华一兄弟,当然,还有电影《大轰炸》。 还有一件事情值得说一下,小崔读书会微博之留下一篇文章,其他均已删除。 崔文强独创上海贪崔永元的眼里,上海金珍更是令人头疼的,首先他们对崔永元参与的公司彻底侦查, 对崔以前的助力不断寻查,彻夜寻查。 其次,他们甚至参与电影《大轰炸》与《红通饭》事件相关系匪浅。 最后,崔永元透露这些警察当住他的面,喝两万一瓶的酒,抽一千一条的烟,几十万的现金用个书包就提走。 崔永元更是点出承认上海长宁金珍负支队长彭凤,还有他的儿子彭凤达。 资料显示,彭凤的儿子彭凤达是上海和合影市投资有限公司副总。 上海和合影市注册资金为三千五百万元人民币一元人民币约合0.1445美元,彭凤达持股30%,是公司第二大股东。 另外,从中国工商网查询上海和合影市投资有限公司,被提示该企业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 据网上爆料,彭凤达设施建祥快乐诈骗案,目前已逃亡纽西兰,并担任纽西兰中文台总裁台长。 网上搜索彭凤达发现,在上海市政府网上领导信箱中有人反映过快乐长宁区经珍事件像彭凤彭凤达等事件。 当时的回复是该事项属于本机关按照法定程序办理的事项。 根据上海市信访条例第36条的规定,请依法直接向分局竞争支队定刑提出将按照法定程序处理您反映的事项。 如今,该事件在由崔永一元提起,不知道上海会不会有人因此遭处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